至於如何選擇仲裁 如何訴訟呢? 就要看雙方的意願 很多時候 例如雙方進行一些比較大的商業投資買賣 如果在有爭議產生的時候 雙方不希望爭議過程 甚至判決等等 中間的審訊過程都是公開的話 很多時候 這些大企業複雜的案件 雙方會選擇去仲裁 因為仲裁的好處是 雙方可以在絕對保密不公開的情況下處理爭議 至於誰勝誰負的判決裁面的細節都不會被公開 至於你說如果是這樣的話 雙方最重要是在簽合同定下合同的時候 就必須要注意爭議解決的條款 因為爭議解決的條款 基本上就決定了如果雙方有爭議的時候 採取一個什麼機制去解決大家的爭議 所以換句話來說 如果雙方是希望有事發生有爭議的時候 用仲裁就記住在合同裡面 就要寫下這個仲裁的條款 如果雙方是想去法庭解決事情 就要記住寫是要去法庭解決 所以凡事不清楚 最好就是找律師 好幾次 看見